好 新闻直播间 我们的新闻继续 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措施 集中带量采购之前 心脏支架的平均价格高达1.3万元 进口支架的价格更是接近2万元左右 群众对高昂的价格反应强烈 2021年的1月份 心脏支架急踩落地了 平均价格降到了700到800元 三年来 已经累计有超过370万名患者 植入了重选心脏支架 占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5%以上 青年80多岁的向东陵老人 是湖南省第一例使用国家集采重选关脉支架的患者 2021年1月1号凌晨 向东陵老人突发急性心梗 被家人紧急送往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随后 医生为他实施了心脏关脉支架植入手术 每根支架798元 三年多时间过去 老人生活状态依然良好 我妈妈做完这个手术以后 心也不慌了 心气也好了 吃慌也有胃口了 也是减轻我们做子女的负担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前每年实施心脏关脉支架植入手术 就达400多台 越来越多的患者使用了降价后的支架 心梗治疗的负担明显减轻 在集采之前 作医的支架下来 一个病人 平均费用至少要3万到4万之间 那么在现在的话 总共的费用 包括照应一起 只花了1万3千多 医保报销之后 患者只有处在6000到7000块钱左右 按国家医保局规定 各地可将心脏支架集采节约的医保资金 按一定比例由医劳机构流用 让医劳机构医务人员共享改革红利 通过这个节约流用这种方式 把这个费用返还给医院以后 我们通过考核的这种一种办法 返还给了我们的临床医疗团队 体现医务人员的这种劳动价值 变成一个阳光下的一个输入以后 和整个医疗服务团队 给老百姓服务的积极性也是明显的增强 心脏支架植入手术 是治疗急性心肌梗子的重要措施 关脉是给心脏弓血的血管 那一旦发生了狭窄心肌弓血不足 严重的会导致心肌的坏死 甚至会影响到心脏功能还会危及生命 那对于患者们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随着心脏支架急踩的落地 随着耗材价格的降低 越来越多的基层医疗机构 能够更加便利地开展此类手术 在湖南省楼底市双丰县人民医院 今年54岁的贺卫东每隔三个月就会前来复诊 2022年1月 贺卫东因持续胸痛被家人紧急送医 经确诊为急性心肛 医生马上实施了心脏支架植入手术 但在以前 双丰县的医疗机构却因为硬件设备不足 心脏支架昂贵等原因无法开展此类手术 急性心肛患者也只能转院到上级医院 2021年8月 双丰县人民医院介入医疗中心成立 也是该县第一个能够开展这类急救的医疗机构 由于这个急采的政策 这个支架也这么便宜 对医院来说 这个压力也很小 对老百姓来说 压力也很小 我们现在是24小时都能开展这个支架手术 对急性心肛的患者 我们现在的抢救成功率 还有病人的恢复 愈后都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开展这个介入治疗 能有这个抢救的机会 不然我要是转省的话 那就不一定我这个命还在 接着从国家医保局劳解到 从全国来看 急采后 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 从2020年的2400余家增加至2023年的3600余家 其中 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 这与近年来 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县级胸痛中心能力建设的努力分不开 急性心肛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 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 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 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开的数据 2020年首轮集采的重选企业 既有美敦利 波士顿科学等国际知名企业 也有微疮 极微等国产大品牌 2022年协议期满后的接续采购当中 重选企业从8家扩大到了10家 覆盖国内外主流企业产品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 由于进口和国产主流心脏支架均重选 且价格在同一区间 医疗机构原来使用的品牌 基本上不需要更换 为了了解极采前后临床使用的情况 记者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腹外医院 2023年 这里进行了23000例心脏支架手术 其中1200多例是急性心梗患者 进行的急诊介入治疗 在介入导管室 记者发现 腹外医院一共配备了七个品牌的支架产品 其中三种是进口支架 四种是国产支架 我们现在就这七种全部都是重选产品 价格来讲基本上都是在 780到850之间这个范围 就是按照它的重选的价格 那么这些支架在急采前 也是我们常态化 常规工作当中使用的支架 所以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还是能够满足我们临床的这个需求的 从临床上我们的反馈来讲 手术的安全性有效性等等 也没有听到太大的变化 集采落地初期 由于市场格局调整 曾出现过局部地区部分产品 供应不及时的情况 目前记者注意到 在每个品牌的柜子里 从针对小血管的 直径为2.25毫米的规格 到针对主干病变的 直径4.0毫米的规格 再加上不同的长度 同一款产品配备了几十种型号 比如说你看这是2.25型号呀 包括这个2.5型号 2.75 3.0等等 它是一套 然后加上不同长度 是按这种去配备 各个长度和型号 对对对对对有 都得有 因为你它是病变 不见得是哪种情况 所以要根据病变情况 选择适合它的支架 因为在几采初期 可能存在一些供货问题 个别供货商的问题 但到目前已经三年了 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总体供货 还是能够保证 连床的这种需求的 关卖支架几采 减少了中间流通的环节 挤压的是包括流通环节 在内的水分 而除了价格 大家更加注重质量 那么价格下来了 产品的质量如何呢 三年以来 几采优给企业 带来了哪些变化 我们继续来看 记者的报道 记者来到一家 位于山东微海的 心脏支架生产企业 这家企业的产品 在很多医院都有使用 题材重选后 销量连年提升 在无均恒温恒湿的 生产车间里 工人们正在对生产的 各合金关卖支架 进行检测 那我们整个生产流程的话 有20多个工艺 其中的关键的14个环节呢 都是百分之百全减的 这个产品呢 是植入人体的 那每一个产品 就像身份证样 有独立的UDI编码 是全流程追溯的 机采前后 整个生产的原材料 生产工艺流程 都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同时 记者了解到 药监部门也将所有 集采重选产品 列入了监管重点 做到企业监督检查 产品抽检 不良事件监测 三个全覆盖 在威海 当地的市场监管 和药监部门 就对集采重选支架企业 给予更多的抽检 心脏支架产品 其实一直就是 一个重点监管的产品 只不过是因为 这个产品进了集采之后 我们需要 监管的频次更高了 因为集采以后 产品的整个的 这个使用量 是大幅上升的 近几年的 这个抽检的结果来看 大家的产品 是一直是合格的 同时 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 其采前 关卖支架 采用分级代理经销机制 产品需要 一级 二级 三级经销商 交易环节多 回款周期长 个别医劳机构 回款能超过一年 甚至更长 现在这一情况 完全改变了 比如说您看这两店的发票 是春节前 我们企业发的货 那么这是2月19号 一过春节 医疗机构就付款了 企业端 就厂商 和这个机台的物流配送商 和医疗机构 三方 线上网上的采购协议签署 那么采购协议当中 会明确规定 30天回款 那同时呢 这个机台落地之后呢 国家医保局也配套推出了 像国家医保基金预付 国家医保基金直接支付 等这些政策措施 这对企业的资金成本财务负担 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善 接着了解到 三年来 这家心脏支架生产企业 从过去供货1000多家医院 发展到如今的2000多家 企业的产能 也从集彩前的每年50万条 逐步增加到 2023年的120多万条 集彩带来了稳定的市场预期 让企业更加坚定了 继续发展和创新的信心 产能增加了 就我们投入3000多万 新增了生产线啊 也包括一些关键设备 你还有没有更中长期的信心呢 那就是是不是还投创新研发 那我们呢 是坚定不移的投创新研发的 21223 我们国内的研发经费是3.4亿 我们在集彩落地的这三年 我们自主创新研发的产品 就共国内获批的 就12个新产品 现在呢还有5个新产品 在临床研究 然后再次买到这个新研究